以前的父母有智慧 去判断人 现在传统文化断了好几代了 有的父母也很爱钱 他考虑也没那么深远 所以这个教化太重要了 要当父母的人 也都要明理才行 但是以客观来讲 父母他毕竟已经 在这个世间 所见所闻都四五十年了 还一定比孩子 有更多的人生经验来做判断 所以以前父母之命没硕之缘 没有离婚的 为人夫为人妻 他的脑海里就没有离婚两只 就是怎么样去克服 怎么样去突破 那现在的状况呢 好像觉得离婚很正常 这个时候人一遇到事情呢 他很容易就退缩了 很容易就指责了 就比较容易离婚 所以我们德语故事里面 也好几个例子 都说到了 清和 很清帅的结合 就很容易就分离 所以 夫妻的结合 也要胜于死 都要谨慎的态度 好 所以要胜于死 那首先要判断的是 你找的这一个对象 能不能 跟你 终身扶持 互相成就 互相信任 互相感恩 得要 看清楚这一点 这个就是两个人的价值观 是相合的 假如两个人的思想价值观 差异很大 那要能走一辈子 相当不容易 我曾经也问过一个女士 问她 这个人不孝顺 你要不要嫁给她 结果她说 要 我说你为什么嫁给她 她说我要救她 这也不容易 不知道她有 是不是 有听过这个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的精神 我们要理解 人生 人与人之间 我们想去改变别人 也要对方愿意接受 你才能给她好的引导 她不愿意接受了 你也勉强不来 好 那今天我们说 好 我要去救她 你首先要具备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她这一辈子都不愿意改 你都不生气 你可以救 所以我们要去接一个员 总要看看自己的功夫够不够 不然 尼菩萨过疆 自身难保 假如不行 那我们还是找 整个思想价值观相合的对象 这个叫门当户对 这个门当户对 绝对不是现在 在那比财富有多少 这个都已经比较偏调了 最重要的还是 两边的思想观念跟家风 以前的父母都是这么找的 好 那现在自己找了 那得要有判断力了 所以现在男女交往的过程 相识 相知 相惜 相爱 结婚 这个最后相爱结婚 那代表 结了婚之后 要终生爱对方 那真爱是不会变的 是没有条件的 才是真爱 不然叫厉害 所以我们都一起唱过一首歌 要爱的真谛 那最后说 爱是永不止其有 不会变的 很有耐性 那我们看到现在 很多男女恋爱 一段时间之后 就互相折磨了 有的还互相伤害了 那个叫欲 那不是爱 所以孔子给我们 很重要的判断 爱之欲其生 物之欲其死 非或予 喜欢她的时候 什么都好 对她有看法了 她就什么都不好 那我们以这样的态度 面对人生 那是迷惑颠倒的 那都是 好恶自私之力的人 不只对另外一半 应该是 那种耐心 真诚不变 对五轮关系 都是这样 假如我们对领导 我们对朋友 看她哪里不好了 我们就看不到她的优点 不能欣赏她 不能感激她的付出 那全部都是落在这个 爱之欲其生 物之欲其死 当然没那么重说 做她死 可是那个 那个嫌弃 对立 指责 批判 哇一下就上来了 记不得她的好 记不得她的付出 所以大学里这句话 是很深刻的 心有所好要 不得其正 心有所分治 不得其正 心不正了 就不是真心真爱 好 所以我们今天 要爱人 首先要自爱 人要自爱 不能随着自己的习气 去生活 去处事 所以 真爱 我们看这个爱字 是用心去感受 是个爱字 用心去感受 对方的心情 用心去感受 对方的需要 没有我 一定要怎么样 那个就是控制 没有我讨厌 我不舒服 那个是我撑 没有 没有我看不顺眼 没有我觉得 他很差劲 那个是我慢 我们自己做了 贪生之慢的奴隶 怎么是自爱 又怎么去爱人 所以爱的感觉 应该是温暖 因为为人想 他一感觉到 觉得 很贴心 很被理解 很被信任 爱的感觉 是温暖的 我们要能判断 爱的言语 是正直的 而这个正直当中 还包含规劝 不是静讲好听话 这个男女之间相处如此 包含君臣关系 也是这样 这个下属 从头至尾 都只给你讲好听的 这个也有问题 因为他是下属 他在第一线 很自然会看到 一些情况 怎么没有给我们反应呢 那就头疾所好了 很可能没有到 惨媚的这个情况 但是在心态上 也不够正视 也有患得患失之心 为什么 无欲 这刚啊 只讲好听的 问题都不敢讲 那我们当臣子的 这个在心态上 就有不妥当的地方 尤其我们弘扬传统文化 我们是为老百姓负责任 我们是为整个民族文化 臣传负责任 我们不是要 给谁听了高兴 欢喜 所以这个无欲 这刚呢 很重要 好 所以 在南京 有一位企业家 李牧松总裁 他在用重要的经理 干部的时候 他问了一个问题 我们非常赶佩 他培养出来 现在接他的班的 好像是一个四十多岁的 年轻人 这年纪不大 好像大我几岁而已 不种 跟我一样大 惭愧惭愧 人家统领 整个飞尼克斯 这个大家庭 我才三十八岁 十岁是三十七岁 我再计较一岁回来 我能够培养一个 三十七岁的年轻人 那我再年轻一下 扛起一个这么大的企业 在他们那个行业 是全球 No.1 而且还是负责亚太地区 那个是 最 算是 整个 他的营业最好的地方 那不简单 这个李总不简单 他在 升 主管的时候 问他一句话 在公司这一段期间 你曾经向我提出 我有哪一些 要改进的地方 请这个下属讲 假如一条都没有啊 那就不妥当了 怎么可能这么多年来 领导连一个地方 都不需要提醒 不可能 所以这个爱的言语 是正直的 爱的心地 是无私的 今天他假如只爱你了 其他的人他都不爱了 这个爱是有问题的 是有目的的 是有欲求的 才是这个样子 你比方说 这个女朋友要 这个回去看爸爸妈妈 那这个男朋友就说 哎呀 你不要离开我了 你今天就陪我了 你走了 我都吃不下饭了 我怎么讲这些话 不怎么入戏 大家多多包 我太久没讲 太久没讲这个主题了 好 所以刚好有一次跟这个大学生 讲这个主题 和谐的两性关系 讲了三个小时 所以这个爱的心地是无私的 要观察它 对家人 对朋友 是不是都是 很关心 爱护 所以现在的人 为什么婚姻 都判断不了好的对象 因为现在的方式就是错误的 男女一认识的 都是两个人出去约会 连个观察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真正聪明的女孩子 什么事情要成就 要记住 第一姿态 不动声色 是吧 这样才看得清楚 一有爱慕之情 那人都是爱慕之情起来了 就是把最好的 表现出来了 那缺点就看不到了 反而先不动声色 默默地观察 容易看得出来 一个人处事在人间物 是不是厚道 是不是有暗心 才容易看得出来 好 所以这个是可以观察 爱的心地是无私的 爱的行为是成全的 对方有什么好的想法 好的理念 尽心尽力去成全他 去协助他 所以有一位 丈夫就跟他 太太讲 说我的妹妹 在夏威夷生活 非常困难 他们夫妻住在深圳 讲到 能不能把我们这两年的积蓄 寄过去 帮助妹妹 两年的积蓄 容不容易 也是不容易的 尤其夫妻都年轻 一开始创业 积攒财富 也是不容易 才积了两年 结果这个太太 听到先生 对妹妹的这一份爱护 马上就跟他先生讲 这个做 这么做太好了 妈妈也会很高兴 接着他太太说 我去帮你汇给妹妹 大家想想 当下他的先生 是什么感受 可能一开始问的时候 还有点忐忑不安 不知道太太会不会反对 太太不止没有反对 支持 还主动地 亲自去汇给妹妹 我相信 他先生那个感动 会感动多久 那一辈子都不会忘 那把太太这一份成全 时时记在心上 夫妻就连心 那夫妻一条心 黄土就变成精了 那哪有 他们的整个家庭事业 会越来越好的道理 所以这个太太去做 这个真的是体恤到对方的心情 假如说 好吧 这句好吧 跟我去会一不一样 你们怎么没什么反应呢 这样这么细腻的心 大家有没有实时提起来 包含你太太 今天买点水果 回去看我爸爸妈妈 哦 好吧 我去买 我来拿 亲手拿给岳父岳母 也不一样 不一样 不只你太太的感受不一样 你岳父岳母也不一样 到家里了 你这个当女婿的人 跟太太一进门 两手空空 都是你太太敌在那里 然后你一句招呼也没打 坐在椅子那边看 那太太把那 爸 妈 你岳父岳母还得看看 你的脸色怎么样 所以这心地柔软 体恤啊 可能每一天都有很多的感动 都在这里啊 那包含 夫妻回家看公公婆婆 那个东西就媳妇拿 老人家更高兴了 所以叫儿子笑 不如媳妇笑 这儿子笑了 媳妇冷淡了 这父母心上还是有个石头 所以有一次在医院里面 一位女子带着她的公公去看病 然后呢 这个公公的情况 她就非常仔细地 还拿着一本的记 问了医生很多问题 边问边记 这个医生呢 就很感动 老爷爷啊 哎呀 你真有福气啊 有这么好的女儿啊 结果这个老爷爷就笑得很开心 她是我媳妇了 所以这个儿子笑 不如媳妇笑 从这里可以感觉得出来 所以这个爱的行为是成全的 实时成全对方的善良 对方的德行 成全对方的孝心 成全对方的家庭 但是那一颗心是无求地去成全 假如这个协助 这个付出记在心上了 那人就傲慢就起来了 哎呀你看 我那小舅子 又不是我帮她 她哪有今天呢 那这种话出来啦 这个亲人彼此间气氛就不一样 就不合唱 这样子呢 接受我们帮助的亲人有负担 甚至于是她的父母也都有负担 好像变成欠我们一个人情 所以私恩不求报 当家里的人说 哎呀都是因为你帮我们 哎呀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不能再讲 你再讲我生气了 你看这种话呢 听起来让人家觉得很舒服 不分彼此 所以 我们的心不柔软 我们亦有钱亦有地位 学历亦高 无形当中 那个傲慢会压到身边的人 自己不知道 所以有一个企业家 他学了传统文化之后 他就反思 他说我是我们兄弟姐妹当中 钱赚最多的 所以 父母亲都夸我 我也觉得 听了挺自然的 然后呢 我又是拿最多钱回家里去的 所以当父母在夸他的时候 他也笑一笑 也没任何其他的回应 但是他没有发现 当父母在夸他的时候 其他的兄弟姐妹头都是低下去的 所以人呢 有我很厉害了 我傲慢了 就体恤不到别人的感受 所以人要礼让 忍让 谦让 尤其兄弟家人相处 要谦让 人一谦虚 谦让 谦让就能给别人留于地 我们之前有没有跟大家谈过 人与人相处 礼让 礼让 忍让 谦让 礼让 因为礼是人与人之间最优美的距离 就像前两天张老师讲到的 夫妻相处也要礼敬 要恭敬 你对先生不恭敬 甚至于还在孩子面前骂先生 那就麻烦了 礼让 人与人之间最优美的距离 包含问候 在公司上 加班比较晚回来了 赶紧打个电话 不要让太太在那里 等半天 体恤她 你煮饭辛苦了 我什么时候才能到 你先吃 这都是礼啊 帮忙拿鞋子 这些礼敬的态度 人与人之间最优美的距离 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人 我们礼敬他人 人家也礼敬我们 忍让 就是人忍住脾气 忍让就是 话干戈怒气 与无形 我们看很多的家族的亲人之间 都有好几年不说话的 甚至于是自己亲姐姐 亲兄弟姐妹都有可能 这就是不能忍住脾气的 能忍住的话 干戈怒气 与无形 因为今天一个人 翻怒了 他无理了 我们也忍不住了 那就冲突起来 假如他不对 他发脾气了 我们能忍下来 事情过了 大家一冷静了 他会生惭愧心了 这差别很大 忍一时风平浪静 不能忍了 那整个关系可能就破坏掉了 所以保持了彼此的关系交情 而且保持好彼此的亲人关系 甚至朋友关系 不只是彼此的关系 为什么 亲人之间牵动的是整个家族 我们跟亲人充足了 那个事件可能就变成我们父母心上的石头 压着了 整个家族的人什么时候讲话呢 还得要顾及到 哎呦 不要讲到那个静忌 那个敏感 你说一个人的情绪搞得整个家族 都在那里挂碍这个事情 甚至还得要避讳这个事情 那这个整个家庭怎么合唱呢 所以要想着不要乱发脾气 那个形成彼此的冲突对立之后 影响的人会非常多 再来是谦让 谦让是给别人留余地 人一傲慢起来 好像就是我们高人家低了 我们尊人家悲了 那给人很不舒服了 所以谦让的人给人留余地 成为会设身处地的 其实傲慢这个东西是很微妙的 人傲慢一起来了 就只想着我多好 我给了人什么 别人曾经给我们的付出 都忘记了 所以傲慢会让自己无限地膨胀 就把别人缩小 把别人的恩都记不得了 所以有一个企业家 他学传统文化 也觉得孝涕很重要 孝涕为人之本鱼 孝涕没有真正发出来说爱人 可能都不是很真实 结果他自己就想到 他的弟弟赚的钱都没有他多 可是他就反思我到底有没有 真正去爱护我的弟弟 他想到这里 觉得不足了 因为他弟弟给他借钱 他都记得很清楚 给我借了多少钱还没还我 可是他自己常常捐款 几十万捐出去 给公益团体 可是对他的弟弟 却是知诸必教 他发觉这个心态不对 无形当中好像觉得 我很有钱 你们没出息 应该还我的 所以人傲慢的时候 真的有时候体恤不到 这些部分 而他突然想到的是 他这几年能够没有后顾之忧 出来打拼 创立这些事业 都是他的弟弟 尽心尽力照顾他的爸爸妈妈 他忽略了这个部分 所以后来听完课 他回去之后 就去找他弟 他说弟 那些钱 你就不用还我了 然后 这几年 多亏了你 照顾爸爸妈妈 让我都没有后顾之忧 真是很感谢你 而他发自真诚给他弟弟讲 他弟弟当场就哭出来了 流眼泪了 你说那兄弟之间 内心里面有没有一些 疙瘩跟情绪在 那不是弟弟的问题 是我们的心境 已经有高下 已经有傲慢了 又看不到对方的付出 又没有给对方肯定鼓励 那眼神当中可能都是挑剔的 所以他一真诚 他弟弟内心那些情绪 就整个就释放出来了 他进一步 看到他弟弟还缺一些钱 买房子 他还帮他去张罗这些事情 最后他母亲最欣慰 最安慰 父母最高兴的事情 就是兄弟姐妹一条心 好 所以我们常常去体恤 身边人的心 另外一个企业家 他的小舅子 到他的公司去上班 结果他每一次回到岳父岳母那里 那个岳父岳母就是 给他讲 哎呀我这个女婿也真能干 我这个儿子真没出息 还给你添麻烦 他说他以前听这一段的时候 心里都想 对啊对啊给我添了不少麻烦 其实我们想一想 岳父岳母在讲这个话的时候 好不好受 那他旁边的小舅子怎么样 那更难受了 爱的行为是成全的 而不是一种要求 而不是一种标榜啊 你看我都做了这么多了 所以他心境一转了 再回去 他的岳父一跟他讲 哎呀你很能干啊 我这个儿子不成才 他转成啊 给他岳父讲 他说 爸爸 是我不好 我没有好好啊 把这个 小舅子带好 是我的责任 我不对 哇他的岳父 听到他这么讲 都嫩住了 然后接着那个表情啊 就放松多了 那我们想一想 他这样的言语 传到他小舅子那里 他小舅子是什么感觉 本来都是听着父亲批评他自己 他是越来越没自信 越来越没自信还好 假如生起来 用什么了不起 那就埋怨了 他的姐夫了 但是姐夫这么一讲 并没有说 都是我给你机会了 都是我给你钱了 不是摆这种态势 反而是觉得 这些做的都是应该的 我还有太多没做好 这种反省啊 很可能就让他的小舅子 良心发现 这帮了我这么多忙了 姐夫还这么自责 那我不能糟蹋他 对我的用心了 人羞耻心一起来 他的潜力就出来了 奋发向上了 好 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改变 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自己的心境的转换 所以境界不能变 不能怪境界 是我们的心没有变 所以我们跟大家比喻到 人生就像照镜子一样 镜子照出来了 就好像是我们遇到的境界景象 境界是笑 对我们是笑脸 因为我们是笑的 境界是对我们吼啊 因为我们是对着镜子吼的 所以现在遇到的种种的障碍 我们反求诸己 是不是我的心态 造成了这个对立 造成了这个冲突 好 所以刚刚跟大家交流到的 怎么去判断 是不是真爱 爱的感觉是温暖 而不是痛 言语正直 心地无私 行为成全的 而且都是要经过很自然的轨迹 相识相知相惜相爱 到结婚 好 那在这个相知相习 相爱的过程当中 很重要的 就是彼此真正了解 价值观相不相同 价值观不相同了 你结合在一起 一个要向东 一个要向西 那就痛苦 所以价值观不同 不用做夫妻 可以做朋友 何必要强求 好 所以结合之后 夫妻有共识 自要 莫若 交止 这夫妻的共识 这一生最重要的 上孝顺父母 忠 和谐 整个 比方 轴离关系 亲人之间的关系 下 教育好 下一代 彼此 彼此都有这个共识 那当然 心地无私 这个丈夫不只孝顺 自己的父母 也要孝顺 也要孝顺 岳父岳母 所以这个女婿 有另外一个称法 叫做 半子 我们爽快一点 当个拳子 全部的拳 尽心尽力去做 其实这个也是 声明 夫妻一体的精神 好 但是现在 这个教育孩子 没有摆在重要的位置 往往都是 没有建立好这个共识 没有把孩子教育好 夫妻到了中年以后 光是担忧孩子 真的是白发苍苍 担忧害怕的事太多了 所以现在 这个孩子很多教育现况 夫妻都没有照顾孩子 都忙忙忙忙 孩子可能一下的课 又到安亲班去了 所以现在是代理父母 补习班 保姆 电视 电脑 那这个就没有把 最重要的交织 建立好共识 台湾的 现在的情况 这个保姆 好像有印尼的 有泰国的 有菲律宾的 看起来是有钱 可以请保姆 事实上这些保姆 连国语都讲不清楚 那你说孩子的语言基础 怎么会好 再来 那个保姆照顾孩子 是以什么状态照顾孩子 世后主子 是吧 世后皇帝 他怎么样都要顺着他 那这个孩子就交丑了 反而下一代交不好 好 所以这个夫妻 结合了价值观 沟通好 然后呢 有一点很重要的 夫妇有别 分工合作 不分彼此 是互相感激 互相疼惜 不计较 但是工作还是要分工的 这别 所以男主外 女主内 当然现在 夫妻 都工作的情况 是比较多的 那当然 最理想的状况 太太能够 全心照顾家庭 其实要把老人照顾好 把家安顿好 又把孩子教育好 说实在的 时间够不够 我自己住在海口的时候 光是打扫 把这个家用得干净一点 我都觉得 要相当的工夫 所以自己干了以后 才知道 当妈妈真不容易 这个叫 洗牢才知感恩 所以我记得 我在海口那个时候 在那里脱地洗衣服的时候 最常想起的一首歌 叫 世上只有妈妈 有妈的孩子 像个宝 所以这一个 照顾家庭 真的女子柔软 能够和乐一个家 所以 纵使太太有工作 绝对不要忙到 连照顾家里都没有 那这个 下一代啊 整个家庭的 身心健康 就不能保证了 那当然了 假如太太 已经有工作了 又得照顾家庭 那当先生的 一定要体恤太太的辛苦了 能分担多少 就要多分担多少 而且 真的 这个先生主动地 分担家里的 很多的工作 能体恤太太 太太的心情 就会很安慰 很愉快 而且啊 夫妻一起 帮忙 一起收拾家里的工作 互相支持 做起来就 比较不累 是不 这个我没经验 你们得要 给我一些回应 是吧 今天假如 太太也上班 先生也上班 先生一回家 那个态势就是 我是太上皇 是吧 就在那儿看着 啥也不管 你做你累归你累 吃的饭啊 喝的茶 都觉得理所当然 甚至一茶端过来 好 放它就好了 还 这种态势 太太一定 那干起活来 一定是很不舒服 我们能时时看到付出 能肯定 能珍惜 又能够去协助 那就不会感觉累了 好 所以夫妻之间互相体恤 总想着我能多做些什么 而不去计较 这个有一个先生 刚好听我们这个讲座里面 讲说好话一句 做牛做马 都愿意 他听了以后 就回去跟他太太讲 太太啊 你辛苦了 他太太正在那煮饭 看到他在那个门口 这么讲 接着就说了 知道辛苦 还不进来帮忙 结果这个先生就愣在那里 他说 蔡老师没有这么讲 所以 我们说心态是根本 心态不对了 地址挥也没用 是吧 当老师的拿个地址 回到学校去变警察 站在那里站上 不从容力端成 事物忙忙都从 孩子看到他都紧张了 他先从自己做起 以身作折 所以好话一句 那是发自内心 感激太太的付出 那才讲得出那种话 那既然是这种心境 当听到太太说 那来帮忙 欢欢喜喜就来帮忙 所以是 想要好之懒做 什么都不干了 才讲那句话 那叫自私 好 所以这个 夫妇共同 承担起一个家庭的责任 经济 教育孩子 分工 男主外 女主内 这些原理原则 我们是每一个家庭 不同的情况 但是只要夫妻 彼此真正是 一体 不分 不计较 多付出 一定可以把家庭 治理得好 而 在夫妻相处当中 德行 是重要的 德者 本也 所以夫妇有别 里面强调 夫意 复顺 夫意 复得 那我们 这个夫意里面 这个男子 怎么样才能展现 一种道义的态度 恩义 情义 道义的态度 首先 这个男子的定位 男子是一家的天 男为天 女为地 夫为天 妻为地 天行见 君子已 自强不喜 所以男人就是要有那种 自强不喜 泰山崩于前 不改于色 真的 我 这个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 到懂事 好像没看过爸爸那种 皱着眉头 在那里哀声叹气 一次都没有看过 其实 现在长大了才知道 其实都有很多事 但父亲那种 承担 不埋怨 不退缩 不消极 所以孩子会有这些退缩 消极 跟父亲很有关系 一家的天 栋梁 家里的栋梁 所以 这个男人 要说话 算话 而且说了就要做到 假如你当父亲的人 说了话都没做到 他的家庭的那个微信就没有 不止对太太 对孩子都是这样 现在的孩子 有一个调查 很有意思 所以对父母的感受 小朋友 频率最高的第一个答案就是 说话不算话 那麻烦了 连 对父母都觉得 说的话不算数了 那他以后怎么相信别人 所以这个男人 一定要有这个气概 说话要算话 要做到 再来 这个要定位自己 丈夫 是可以依靠的 这个一般 现在丈夫有三种状况 王善人里面提到 抱夫 弱夫 还有丈夫 这三种 那抱夫就是脾气非常暴躁 骂人打人 那这个家就被他给搞得 乌烟瘴气了 乱七八糟了 而弱夫 就是没有担当 都躲女人后面去了 就扛不起这个天了 那我们是要做丈夫 可以依靠 而且还要领妻臣道 当妻子的表率 这样才是丈夫的样子 重视恩义 情义 道义 所以这个男子的特质 我们之前也跟大家提过的 刚正 这个刚 无欲 则刚 任何事不能诱惑他 任何事 不会让他生气 很有修养 这个才是刚 而且呢 是人家误会他了 他都不反驳 遇到家里有什么 孩子有什么错了 他不指责 还反省他自己 这个才是刚的态度 这个女子的定位 女子的角色呢 国之母 家之父 人之妻 我们常讲 天下的安危 女人家超之一大半 这个国家的下一代 都是靠母亲 国之母 家之父 人之妻 所以这个妻子呢 来期许自己 上校功活 综合走礼 综合家人 下呢 能够教育好下一代 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定位 怎么对上 怎么对平辈 怎么对下一代 而且对丈夫呢 是要祝福成德的态度 那祝福成德呢 首先当然自己的德行要很好 我们 张老师这几节课一直强调的 负德 负言 负功 负荣 好 这个是负义负德 夫妻彼此对自己的 这个自我期许 好 当然 这一些 其实都可以啊 经由我们自己 对于人生很多宝贵的体会 都可以啊 再把它整理 成为自己啊 往后跟大众交流的 这一些纲领资料 当然也从我们自己在看书当中 又有好的领会啊 都可以再加进来 将供养给大众 好 那早上这节课先跟大家 加入大众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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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一致 就是好事就要把他的精神 或者是值得我们效法的人的风范 德行 我们深深把它记在心上 这是赞一致 假如是错事 那就要提醒自己 事物忙 忙多错 而且要提醒自己 后无再造 那对自己往后的人生 就会因为这一件事有很大的利益 因为每一件事都在提升我们的心境 这个心只要能不急躁了 慢慢地定力就出来了 定了又能开会 所以我们不要小看第十规这句 事物忙 忙多错 真正去立行 真正去立行 把心能够不慌张 能从容 都能得很大的受用 而我们的一生 每一件事都能给我们 都能给我们启发 提醒 提升 不只我们的一生 真正去立行 不只我们的人生如此 我们这个民族特别重视历史 所以不只从自己的人生得到教训 还从几千年的古圣先贤 还有历代当中得到经验 所以唐太宗先生不简单 他说到 因为那时候是未曾去世了 他说 以同为敬 正一观 以古为敬 知心梯 这个古就是历史 每一个朝代的心 原因在哪里 衰 问题在哪里 他都很清楚 那就很有见识了 从每一个朝代的兴衰当中 启发自己的人生 用在齐家 用在修身 用在治国 用在平天下 所以唐太宗是真正的 不只治了国 还平了天下 我们看到韩国 日本为什么接受汉化 能够这么深刻 那绝对离不开唐太宗的胸怀 还有他的修养 所以我们看到像日本 现在都还有朱雀街 那是常朝的时候 提供给他们的留学生 甚至于他们那时候 不只有留学生 还有出家人 都是来到东土 来到神州大地学习 那唐太宗没有德行 做不到 而且其他的国家 还封唐太宗是天克寒 那就是天下的共主 没有用武力去打 用德行 所以论语里面就讲到 远人不服 远方的人不佩服我们 对我们有意见 甚至还要侵犯我们 远人不服 择羞文德以来之 文德去感化 既来之 则安之 这个安之是照顾他 利益他 所以确实我们看到唐朝 贞观时代 这么多的外国留学生 这么多的义邦 都来到我们这一片土地上 尽心尽力照顾他 而且呢 还有一些国家民主是 从义 就是说呢 翻译啊 他要经过两三个翻译的人 从第一个讲话呢 要透过三五个人 翻到最后才翻成中文 可见得来的国家有多少 所以唐太宗确实是 宝读诗书啊 他能够体会到 以死为敬之心体 以人为敬 名得失 能够接受 就像以唐太宗为例 他能接受大臣的建议 甚至是老百姓的建议 还有他身边 包含他自己的 夫人的建议 所以福在受建 能接受劝谏 像孔明在初诗表当中 也是提到一个兴衰的关键 亲贤臣 怨小人 指先汉之所以 心荣也 心荣是心圣 但是假如倒过来 亲小人 怨贤臣 此后汉之所以 亲腿也 而 这个是一个朝代 汉朝 先汉 那是读西汉的 后汉 他指的是 东汉的末年 就环腿 那个时候 整个朝政就垮下来了 就是因为 亲小人 远行程 听不到宝贵的 劝谏 而且他不只是 可能是一个朝代的现象 他还可能是 同一个皇帝的现象 所以 魏征 先生呢 讲得非常好 你不有初 显刻有终 很多时候 都有很好的开始 但是很少人 能够 胜终 所以又有一句话 提醒我们 叫 晚节 不保 所以为什么会晚节不保 自不可满 人一觉得自己很不错 其实觉得自己很不错的时候 就上不去了 就开始下来了 所以在经典里面 一直提醒 战战兢兢 如灵深渊 如礼薄冰 绝对不能自满 所以只要自得意满 拜相就出来 唐太宗这样的人 这么不简单 假如没有魏征 这样的贤臣在旁边提醒 都还是会头晕了 那就更何况是我们 所以唐太宗都要主动纳箭 那更何况是我们 人家跟我们提意见 我们还躲 那就更很难看到自己的不足 所以这个唐玄宗就是一个例子 唐玄宗一开始叫做开源之自我 能治理得这么好 但是他到后期变成安死之乱 同一个人 清贤臣愿小人 那唐玄宗一开始 这个 寒修张九龄 这个都是非常贤德的臣子 大臣 唐玄宗也是不简单的 能够开源之自 诸位学长 现在把天下交给你治理 你敢不敢 人家还可以治出个开源之自 他也不简单 而且他还为孝经写注解 学问也很好 可是学问很好 还是有致命伤 唐玄宗的致命伤在哪 在女色伤 所以一个人以后要成功立业 首先要从自命伤下手 是吧 我们跟大家共勉的 先从最难克服的地方下功夫 为什么 你不从这里下功夫 等我们做出些事来了 考验一来 兵败如山倒 前功 不只前功尽弃 还造成副作诱 所以至天子 以至于素人 一是皆以修身为本 这个太有道理了 所以之前跟大家提到 我们台湾一个作者 畅销排行榜 绝对在前五年 我还买了他好几本书 我还记得还买一整套的 结果后来他外遇了 女同胞全部在广场里 把他的书给烧了 那你说那副作用大不大 不只前功尽弃 还造成副作诱 所以我们从这里 就可以感觉得到 为什么老祖宗 经典里面一直强调 战战兢兢 一直强调圣读 圣言 圣行 真子有三行 君子有九师 都是彰显 谨慎 冷静 反思的重要性 不然自己习气现前 随顺烦恼 可能自己都没有解决到 所以唐玄宗在前期 他还是能接受别人劝谏 所以张九龄 含羽 都挺严格的 所以这个皇帝 有时候也心理上 还是挺怕 这些大臣 所以有一天 在那里偷偷玩 他就问旁边的人 含羽 含羽 知不知道 结果这么一讲 过没多久就 爆 含羽 这个诏书来了 不是诏书 他的作者来了 这个皇帝一看就害怕了 一打开来就批评他 不可以这样 所以这个唐玄宗 有这样的大臣 含羽 就特别谨慎 结果后来 张九龄老了 含羽 去世了 所以那时候的人就感叹 九龄已老 含羽 死了 明朝不复 见书来 没有人劝谏了 人就容易怠惰了 随顺习气了 所以这个清贤城 相当相当重 那后来 清静安禄山 清静杨贵妃 就出撞网了 差点就把国家给败掉了 那幸好是主上的福音 好 所以呢 有一段话就很提醒我们 能不能在自己的一生当中 得到教训 能不能在五千年的历史当中 得到借鉴 而后五再走 所以写到呢 后人哀之 而不见之 亦死后人 而父哀后人 我们后面读历史的人呢 觉得这些朝代很悲哀 他败下来的一些情况 我们觉得很惋喜 悲伤 悲哀 可是呢 却没有把他们衰败的原因 真的引以为借鉴 我们在看夏节 在看三桌 那都是夏节 那都是三桌 不是我 所以读历史 听经 读经 谁是当机者 谁是学生 就是我们自己 就讲给我们听的 才能受益 不然读着读着 都看别人了 更麻烦 好 所以 假如没有能够 引以为借 借鉴 引以为鉴 那就 同样的悲剧 一再重复 后人又爱后人 再来 以后的人又继续是这个样子 那朝代确实不容易 能够维持八百年 那已经是太厉害了 就是周朝 他主要的还是他的家道 算是非常不简单 这个圣贤人最多 榜样最多 而为什么朝代不容易 因为权力福报太大 这种圣经不容易考 所以我们很佩服清朝的皇帝 他知道在这种这么高的财富跟权力之下 想要不堕落贪和龙 所以清朝的皇帝治国 那很辛苦的 早上都三点多都要起床 读书了 好 长长长久久的文化 民族文化 那我们的努力 能不能比皇帝还少 以影响的深远来讲 那应该不差于他 是不 我们现在做的事业比 这个 王永庆先生 比起他如何 影响应该是比他深远 那我们的努力也不能亚于他 是不 常常这么较量 振奋一下精神 好 所以这个 一般确实在这么大的福报 跟权力 恭维之下 人不多了 不容 其实我们现在所受的福报 权力 恭维 也不小 是吧 所以 战战兢兢 如铃 如铝不兵 好像有一个上书的说法 就是 脚踏着老虎的尾巴 那种 战战兢兢的状态 而家族啊 能绵延两千多年不衰的人 所以我们就不得不佩服孔子的后代 不得不佩服范仲淹的后代 他们是怎么自家的 所以刚好 上个礼拜跟这个礼拜的古文 我们最主要讲 持教类 这个礼拜还会举一些例子 跟大家做一个探讨 他们是怎么教育他的下一代 而现在出现的另外一个状况是什么呢 连 成传几百年 几千年的 圣贤后代 现在都出现危机 为什么 他的子孙 都不见得读圣贤书 所以从 在大陆来讲 文化大革命的损害 那是好几代人的影响 那很多人跟从小 他对这些圣贤的经典是否定的 现在要重新拾起来 那都有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遇过很多圣贤的后代 他们看到这些 在各地推广传统化的人 他们都是非常的尊重 他们觉得这个太重要了 所以我已经听到一些圣贤的后代 甚至于都出现在监狱里面 所以你看这些圣贤人 还有他的家族 其实都是非常担忧的 所以面对这个大时代 我们真的要群策群力 万众一心来复兴文化 所以我们这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读了德语故事的很多篇 都是最好的榜样 我们效法 我们引以为戒 所以昨天跟大家谈到 这个夫妇之道 夫意复得 夫意复顺 而夫妻结合 上以世中庙 下以即后世 呈现即后 夫妻就扮演着 很重要的家庭角色 在《易经》当中 六十四卦 有一卦叫家人卦 叫烽火家人 烽火是他的卦象 家人是他的卦名 烽火 这个八卦有一个背法 叫前三年 昆六段 月上缺 迅下段 正阳语 更复晚 离中虚 坎中满 这个是八卦 前三年 昆六段 前表天 昆表地 月上缺 迅下段 这个迅表风 月表辙 正阳语 这个阳语就好像一个碗 底下是有底的 中间空的 正表雷 更复晚 更表山 离中虚 坎中满 离表火 坎表水 我们看这个 这个离中虚 坎中满 这样记人会比较好记 而 这个家人卦呢 就是风火 就是训敌 风火 家人 不用硬背 常常念一念 慢慢就念书了 而这个家人挂里面的挂词 就讲到 家人有颜均烟 父母之为颜 父父子子 凶凶弟弟 夫夫 父父 这家道正 正家 而天下定义 我们从 这个整个挂项来讲 每一句话都很有味道的 家庭里面很重要的三个关系 有父子 兄弟 夫妇 而每一个家 又是整个社会国家的细胞 基础 每个细胞好了 天下就安定了 而且以前的家 是家族 都是几百人 一个小社会 而前面这里讲到 有颜均烟 父母在家里面 也像严格的领导人 要有威严 要有原则 才好 所以夫妻在教育孩子 那一定要重视 威严 好 所以 这个义经里面 又提到 风至火出 上面是风 火在下面 风至火出 火在烧 风在上面吹 这个意思 在义经里面讲到 这个用 话来讲 讲出来的话 风 火表什么呢 火表心 就是都是从真诚的心 流露出来的言语 你看人说 给人家很温暖 这个人心地很好 包含 这个火 是心的时候 一切的言行 都是从这一颗真心 成心 流露出来的 所以 讲话呢 都是很有东西的 不会乱开玩笑 随便 然后行为 也是从 德行当中流露的 这个恒 很有恒心 很有规矩 当然 父母的 整个生活 也是孩子 最好的 榜样 居有长 业无变 你整个生活 做起 常常都 混乱 那人在这样的一种 家庭氛围成长 是不可能好的 因为生安 才能 道容 我们刚好 上个礼拜 我们一起学习了 诸葛亮介子文 提到的 宁静 以致缘 学须 敬也 人不能再 能安下心来的 状况 想要提升学问 不容易 有真功夫的 都可以在 动中修定 那问题是 还没真功夫 是不是 我们得 实事求是 不能理论太高 那就变成 言语的巨人 行动的 这个都是相同的 意境 行动的矮子 是吧 所以 以前修行的地方 常常都是找到 连牛的叫声 都听不到的地方 让人比较不容易受干扰 慢慢他真的有功夫了 那这个时候 他可以到菜市场 百货公司去练 订工 那就没问题了 所以 我们在整个 例行 弘扬 传统文化的过程当中 前期叫做 推广期 大家都没有接触到 也是一份热忱 赶紧让大家知道 老祖宗有这么好的东西 能够启发利益 他的个人跟家庭 紧接着下一步很重要 叫扎根起 每一个人 包含带头推展的人 都要自己 要立住 立住了 做标杆 假如我们不立住了 不把根扎好了 还晃 还每天忙得 晕头转向了 那我们怎么深入经典 怎么真正提升 自己的德行修养 所以生安容 道才能容 所以这里行有恒 你那个整个生活 不能够没有规律 所以现在也出现一些情况 就是一些讲课的老师 也成为空中飞人 然后过年 掉点滴 这个是要很冷静的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我们这几十年来 好像因为受到战争的影响 你看 这个赶死队特别多 都是打游击战 不知道 该是打正规战 要调整 这个军队的组织 是要打正规战 不是打游击战 所以这个 就值得我们各地 带头的 这些自私人人 要想一想 怎么样带来能走的长远 所以 不同的地方互相支援 是好的 但是 我这个但是要讲的 比较凸写一点 但是要注意度 假如这个分寸 这个度没掌握好 那就 罪卧沙场 君莫消 古来征战 己能回 这些 一些讲课的人 服务的人 东奔西跑 连他太太 连他儿子 都看不到他 然后最后他就 身体受不了 身心受不了 为国捐躯 所以互相支援的度 要掌握好 其实事物都有好几个面 今天一个地方的推展 假如都靠外面的人 来支援 请问他能够支持多久 他能够出多少人才 所以好像孙中山先生有讲过 因地治疑 这是有道理的 你还是得要当地的人去历练 去承担 慢慢他的人才会出来 假如都是明星效应 都是别人来 来了又走了 他们又长不大 那怎么长远 所以凡是那个度的掌握 才能够当地的人受益 资源的人也不会累垮 所以这个分寸 适中 中道很重要 中道来自于哪里呢 来自于看的长远 来自于体恤他人 就知道那个度了 好 所以从这个家人挂 给我们自家 很好的启示 所以这个家有家庭 有我们的团体 以至于 有我们推广的一个团队 都是如此 包含企业界里面 今天假如 员工的心都安不住 说事业能做得多长远 不大可能 所以之前给大家举的 傅之康的员工 昨天的消息 已经好像是13个人了 而且已经不敢再报了 怕人心惶惶 所以我们就体会到 很多事情 发然后进 已经形成了 再来古旧都不容易 当然这个有 他公司领导的问题 也有现在这些 青年人的价值观 还有他忍受挫折 这种种问题 甚至包含我感觉 还有男女相处的问题 都是重欲 都是没有情意 死乱中气 就很麻烦 人他遇到这些挫折 就受不了 而且我们昨天也说 一个人善的意念会感染 消极悲观的意念 也会互相感染 好 所以真的是 企业家 企业家 真的是一个诸侯国 诸侯家 所以这个时代 企业家的复兴文化 安定社会的使命 我们几个企业家 都笑得挺开心的 真有担当 你看这个气怎么写的 企业嘛 这个企就是 人要止于至善 才是企业家 是不 你看老子宗就看到 几千年后是企业家 重要人哦 所以创制的时候 就已经等着诸位 企业家了 止于至善是目标 业要做世间最好的影响 业就是影响 行业要做出善业 更要做出敬业 敬是什么 心清净 为社会做了很多 却不腰空 心地清净 道义之身 这就敬业 很多人做好事 都怕人家不知道 那个名片 一张前后还印不够 是吧 他恨不得 整个列出来 那个就不是敬业了 那个都有染拙了 名利心还是太重了 好 所以 这个夫妇的关系 我们分析一下 也是经典当中提到的 有夫妇 而后有父子 而后有兄弟 紧接着呢 从家庭 延伸到社会 而后有君臣 而后有朋友 所以社会 能不能安定呢 就看家庭教育 所以 第二次世界大战 前夕啊 西方一些科学家 就很好奇 为什么全世界 其他的古文明 他的历史文化 都断层 怎么唯有 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 还沉船 原因在哪 经过他们调查说 可能是 中国人重视家庭教育 那分析得很准确啊 我们看 我们这几十年 家庭教育 伦理道德 没传下去啊 现在我们华人的 我们华人的子弟啊 这个交涉淫逸的状况啊 不亚于其他的民族 所以文化的价值 文化的重要性 在我们这两三代人 真的看得清清楚楚啊 现在我看 挥霍最厉害的 可能是我们华人的子弟啊 这个要很值得借鉴啊 家道一定要传 好 所以我们看到呢 夫妇是好的榜样 教育了好的孩子 给了这个兄弟姐妹 最好的影响 夫妇是关键的 所以要拜天地就是这样 而且夫妇啊 随时都在影响孩子 都在教育孩子 我们记得在汤池的时候啊 有去访问一个好媳妇 其实他那个时候啊 年纪也不小了 他已经是人家的婆婆了 但是他以前对他婆婆非常好 那我们在访问他的时候 他的三个儿子 还有两个媳妇都在 他的小儿子还没有举妻啊 结果聊的过程当中 他的小儿子就说了 说我的爸爸妈妈 非常地恩爱 他说到呢 他小时候 刚好有一天晚上 全家十口人吃饭 那时候贫穷啊 那一天特别的 有九颗鸡蛋 结果上菜之后啊 妈妈很自然的 就把九颗鸡蛋都分下去了 谁的碗里没有鸡蛋 母亲没有了 所以母亲啊 对孩子 对家庭的爱 都表现在这些生活的细节 表现什么呢 完全没有自己 无我的付出 所以我们成长的记忆当中啊 妈妈都是最晚上 上桌的 最早吃晚 最晚睡觉 最早起床 我们确确实实 从这些生活细节去感悟啊 就可以知道 母亲的爱啊 太伟大 所以这个小儿子呢 就提到 当下 他的父亲看到 自己妻子的碗里啊 都没有鸡蛋 这个丈夫啊 就夹起鸡蛋 给他的太太 说太太啊 你太辛苦了 这么瘦啊 这个应该给你吃 他太太又夹回去 丈夫啊 你在外面工作了 耗费很多劳力 你应该补一补 所以夫妻两个人呢 就互相让 夹来夹去 结果呢 这个鸡蛋就 蹬就掉下去了 他的儿子提到 那个蛋掉下去 哇 这个眼睛泛着泪水 我们就可以体会到 他父母这种 相处的 这个情境 给他的内心 很深的感动 诸位学长 他儿子会感动多久 请问你 以后还要教他儿子 怎么夫妻相处 什么时候再教了 随时随地 他父母有这样的认知了 这个慈爱就表现出来了 念念为孩子作响 所以这个夫妻教育孩子 常常都会沟通 要怎么配合 教孩子 有一个 老爷爷 九十岁了 结婚六十多年 从来没有 红过脸 吵过架 所以刚好那一天 他们 结婚纪念日 就有晚辈 就向他们讨教 老爷爷 你夫妻是怎么相处的 怎么可以这么和乐 当下这个 老爷爷 就给这些年轻人讲 说我们夫妻结婚当天 约法三章 绝对不在孩子面前 有不愉快 有对立 有发脾气 假如有一方 情绪稍微激动起来了 另外一方 赶紧出去外面走一走 因为一个巴掌 拍不响 一个动火了 另外一个跟上了 就吵起来了 一个人不动气 就吵不起来了 这年轻人一听 真是用心良苦 结婚当天就 这么约定 接着这个老爷爷 笑得很开心 说 我告诉你们 这六十多年来 都是我先出去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他的整个家庭的情境 你说一年两年不发脾气 已经有点功夫了 已经有点功夫了 六十多年来 都是这一颗初心 不忘当初的约定 而且都是为孩子做下 所以当太太有点情绪上来了 先生马上低着头 就出去了 那当下这个太太 是什么感受 这个故事 我没跟大家讲过 讲过的是吧 你们真是最好的观众 但是入心了没有 入了是吧 诸位学长已经结婚 有家庭的 这一个月来 打电话回去 有没有感觉太和之气 有是吧 好 混好 这个人 文教变形 西一带更劝 一个人闻到经典的教育 学一句就去做一句 一个人学了马上去做 他就不用再等待任何人劝他 他每天得日经过 就不用人家再劝你了 这个其实谁做到的 大顺做到 我们提到顺 他还没闻到圣贤人的经典 他也是像山上打猎的人一样 每天走路的时候 旁边害野猪好 是吧 跟这些野猪路走在一起 有什么差别 差在什么 极其文一善言 剑一善行 那个力行的力量 就好像那个黄河溃体 那个力量 谁也挡不住他 断目修成 那我们是怎么样 谁都能挡得住我们 断目修成 差就差在这里 人家讲两句 我们信心就没了 好 所以呢 很不简单 很多同仁 马上打电话回去给太太 给先生 都是太和之气 好 来我们现在抽签 看谁 起来把这个故事讲一遍 OK 学了 硬在心上就讲得出来 是不 好 点到为止 不要逼人逼到 大家今天回去 每一个请示 抽一个人来讲 看能不能讲得顺 不然学一学 就像听故事一样 讲的过程 是不是从我们 自心深处流露出来 最好是讲到 同仁都流眼泪 感动自己 感动别人 好 所以这个是 夫妻在 教育孩子上的一个默契 所以 教育孩子 要见和同解 夫妻见解要相同 首先 我们之前讲到的 父慈子孝 教育孩子当中 恩威并济 你不能 通通都是恩 都是爱 都没有威严 没有原则 那孩子就 非常的嚣张 造词 但是 都太严格了 又显得 伤亲情 那孩子看到 我们都发抖 这又太过了 所以我们刚刚在 《义经》里面说 家人有 严均严 父母 是畏严 父母本身 也是 严均 从父亲来讲 有威严 但是父亲 威严当中 他还是有 他的慈爱 母亲虽然 慈爱 他有时候 也有他的原则 跟威严 这是以个人来讲 都有恩威 那以分开的角色来讲 这个恩 主要表现在妈妈 威严 表现在爸爸 所以称呼我们的爸爸 叫家严 是吧 称妈妈叫家慈 这很有味道了 所以一个家 要黑脸白脸 配合 所以夫妻 这个搭配就很重要 又有默契 在教育孩子的时候 纵使另一半的方法 不妥当 都不应该当场去制止 还当场去制止 甚至还口角 那孩子就 对这个教训他的人 以后他就不听他的话 他的威信就没有了 甚至以后都是躲到 那个会袒护他的 长辈子 后面去 他就只是逃避责任 不会面对他的过错 所以方法有不妥 私底下好好地沟通 调整 因为夫妻有一个共识 就是为孩子好 只要我们能把道理 分析清楚地 慢慢都能够调整过来 好 这个是交子方面 我们之前在辞职校 也谈得比较多 我们接下来 跟大家谈的 夫妻相处的经营 所以我们昨天讲到的 相爱之后结婚 结婚以后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要用心去经营 不是结了婚 什么事都没有了 所以 婚姻的经营 有一句真言 能够白头偕老的真言 只看对方的优点 不看对方的缺点 不看对方的缺点 其实就是懂得欣赏 成就对方 我记得我有一次在珠海的时候 刚好讲到这一句 白头偕老的真言 当我讲只看对方的优点 不看对方的缺点 一讲完 底下有一个妇女 就很激动 举手 她说没有优点 结果我就走下台去 对她肃然起敬 我说这位女士 你的薰身没有优点 你还敢嫁给她 我真是太佩服你了 你真是有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的精神 应该列为 现代列女传 所以人其实 很容易偏激 尤其是 把家里人的不好过失 一直放在心上 她就开始扩大 一直扩大 一直扩大 扩大到没有优点 所以人要冷静 要理智 你到底要往哪里走 是往越来越 这个冲突 对立 还是要去化解 还是要 能够让她的优点 越来越多 缺点越来越小 越少的方向 去努力才对 其实不只是夫妻 不能看对方的缺点 还一直记在心上 人与人相处都是这样 一看到对方这里不好 一直在念着她的这个不好 她以前的什么优点 以前的什么付出 我们连想都想不起来 就是看她不顺 第十回里面讲说 恩欲报 怨欲望 这经典很可爱 很有人情味 怨欲望 慢慢要望 没有说怨 马上望 知道我们还有一个过程 鼓舞我们 慢慢要放松 其实人把怨 把苛刻 把看别人不好的态度 一放下 谁最轻松自在 自己 所以人其实说坦白话 在自讨苦吃 自找罪受 好 所以这个第一个呢 是要欣赏对方 我们之前讲到 有一个孩子 素质很不好 可是她的妈妈 都从欣赏她的角度 去鼓励她 最后这个孩子 也很有成就 不只是父子关系如此 其他的关系也不止 而夫妻相处 家庭氛围的经营 要懂得欣赏对方 还要感恩的心 而家庭要有太和之气 我们要懂得掌握情绪 才能掌握未来 这个掌握情绪 其实就是不要 都看对方的不好 能反省自己的不足 不要去计较 所以之前有跟大家 谈过的 那一对夫妻的相处 各自者 天清地灵 各相者 天翻地覆 天崩地裂都可以 而这个感恩对方 我是刚好有一次 跟回教的一位长老 他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 有没有跟大家讲过 对不起 我年纪大了 有点老年 痴呆症 不要确认一下 有一个丈夫 她觉得她的太太很凶 让她觉得 常常被太太压 很难受 希望能找一个先知 教导她 如何 训服她妻子 结果她就打听到 有一个先生